被遺忘已久的金娜 終於改場 字幕提供 各位親愛的觀眾們大家好 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的是 即將改場的英雄 金娜 金娜金雄呢 在陷阱服得到了改場 官方終於想起他了 改場地方呢 首先第一點 我們一技能的回血 原本呢命中重複的目標 只會恢復30%生命值 在提升至50% 回血會得更多 再來是我們的大招 大招原本的傷害減免呢 初死45% 再改成20% 同時呢我們身邊每個英雄 會額外增加5% 也就說呢 如果我們衝進五個人群中 會有45%的傷害減免 金娜金雄呢 目前強度是大概T2 T2的尾段吧 最主要是呢 這個英雄他沒有位移 沒有硬控制 也沒有無敵 所以呢是沒有什麼操作空間的 可以秀呢操作空間 十分的有限 這也代表他上限不高 不過啊如果你目標呢 單純是上S牌 金娜呢也算堪用 可以滿足任務的英雄 金娜這版本呢 你要打贏人家呢 你必須要等級比別人高 或者經濟比別人高 或者呢 我們隊友人數比較多 多打掃手 聽聽剛剛的三個條件呢 你有沒有覺得這三個條件放在 任何一位法師身上 都有用 甚至呢有些法師可以做到更好 這也是為什麼會有T0跟T2的差別 所以說啊 金娜這改動呢 我認為是挺合理的 而且呢也挺需要的 待會兒你看下去呢 看到後期就知道為什麼 那我們來看玩法開始 首先是備戰 出戰一模文 核心模文的話呢 甚至走路相當的不錯 額外的護盾跟吸血呢 跟我們大招很大 也會變得更硬 更硬呢 撐更久就更多的輸出 而出裝方向呢 有沒有覺得 幾乎都是增加我們的坦度的 惡魔微笑的護防 聚魂路生命值 降低敵方回血 急函之戶呢 還可以增加我們的護防 緩速效果 生命法杖跟 零雙寶珠也是如此 如果敵方呢一套爆發特別高的話呢 寶珠可以提前買 先進呢買出惡魔微笑跟聚魂路之後 我們傷害就會很明顯的有感 但是呢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一位法師 敵方如果打野特別肥 或者呢射手裝備成型 我們也是扛不住多久的 必須得呢衝進人群眾 不停的使用一技能 一技能呢可以觸發回血 還有二技能還速留著敵人 而關於這次改強呢 請問你覺得怎麼樣 會不會變得太個OP 那這場我們走的是中路 對上的是普雷塔 普雷塔呢同樣也是一位 弱斯的中路英雄 職業賽也有出現過 印象中呢 表現好像可圈可點 接近中間 而金娜的話呢 最近的職業賽是沒有看到他中銀呢 估計呢也不會選他出來 不知道呢外服 有沒有可能會有 選出金娜 不過呢外服同樣也是T2的強度 這位呢我們跟打野一起來 圍毆弗洛倫 這裡有成功抓到他 輪頭也帶走了 這陣呢可以拆中塔 至於玩回線上的時候呢要注意埋伏 我們看到圖倫在下路 那我們就知道中路是安全的 那這時候我們要做的是呢 穩住我們的經濟喔 對金娜來說呢 經濟跟等級其實十分重要 我們不像一些法師呢 像克里希喔 還是一些功能型的狄塔克 盧蜜亞等等的喔 還有安奈特 就算把經濟呢 讓給我們的打野喔 射手凱撒刺 不用太高經濟也有用途 金娜的話呢十分依賴經濟 不管是傷害來源 還是貪毒 甚至我們需要我們裝備呢 才可以撐得更久 大招冷卻呢其實也不會太長喔 這邊我用完大招呢 待會可以再用一次 大概在十多秒以後 本身呢沒有位移 沒有硬控制這點呢 真的是一個很大的硬傷 如果敵方硬要走的話呢 我們留不住人 必須得叫瞬移瞬到敵方的後面 但是呢這樣代價太大了 像這把呢我們可以打這麼兇 首先呢我們等級跟經濟都領先 再來呢 我們的隊友還是比敵方多的 都打少 當時效果呢也沒有特別明顯 如果啊我們這個等級跟經濟領先 而且還是多多少情況 換著其他T0的法師 像克里希 莉莉安 等等的 還是伊格 敵方呢找到死光了 弗洛倫 俄門本身呢沒有位移 沒有無敵無法選中這種技能喔 那代表如果敵方有弗洛倫 艾莉 這種需要連招的英雄 可以救腦門來連招 這點確實也挺困擾的 在聖經服未來改強之後呢 額外的回血量跟 百分比傷害減免 應該是會有幫助的 但以目前來說呢 就感覺缺了一位 玩起來呢可以明顯的感受到 他就是一位T2英雄 不過呢近代還是有一些 明顯的優勢 舉例來說呢 如果你可以跟隊友一起玩 三台雙排五排 跟隊友配合的話呢 確實可以打出一些連招 隊友負責空闖 把敵方吸在一起 控在一起 而我們呢在進場把敵方嚇走 讓敵方無法還手 跟隊友打配合的話呢 確實可以玩出不錯的combo 像如果有隊友卡瑞茲喔 不過可惜的是呢 卡瑞茲目前也是偏弱勢 除非呢 掛放給凱瑞茲一些關注 說不定未來呢 靜娜也改強 如果呢凱瑞茲也改強的話 就會看到這個組合 過來支援一下 好可惜呢 圖倫血量很殘 狀態也很殘 這邊抓到他們的弗洛倫 成功把他收掉 上次塔敵方有普雷塔呢 隊友要分開點站位啊 像剛剛那波呢 站位就站得不錯 如果聚在一起 被普雷塔噴的話呢 那就大肆不瞄 來找找這個圖倫 找到他 瞬移 有瞬移的話呢 就有秀的空間 但是呢 冷卻有點太長了 這裡呢 臨走前 丟個一技能 完成雙殺 可惜呢我們的射手倒下了 剛剛呢可能呢 還有可以修的空間 不過呢 我們不確定 獵魔王還有沒有技能 站在普雷塔傷害也很高喔 順過來普攻呢 我們可能就死掉了 而綠塔的二技能呢 我們沒有位移是非常難躲的 OK 這裡呢 比較可惜的是我們的 蘇黎先被秒掉了 他大招也開過 這裡敵方剩下的鬥殘血 傷害就缺那麼一點 結果呢有點大事不妙了 敵方狸魔王呢玩的挺秀的 使用個一加瞬移 把我們留在原地 最後打下 如果有位移的話呢 我們早就走了 或者呢 如果像 先行服的改動 回血多一點 傷害減免多一點 那我們剛剛那波團戰也不會死 甚至呢可以硬把弗洛倫抓掉 這場我們已經有經濟領先喔 還有等級 這也是呢T2角跟T0角的差別 同樣的操作水準之下呢 T0角 T1角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還有更高的容錯率 有此可見呢 金娜這個改動確實還挺需要的 而剛好呢可以修一修紫色的MVP爆 這個是全新的 很酷炫爆 最後呢我是尚恩 喜歡金娜玩家是個好消息 也感謝你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